前两天的某个凌晨 南京下关一家小旅馆被小偷关顾了 说起这个小偷啊 他可是真有点执着 明明到旅馆去踩点的时候 都已经被监控给拍到自己了 但是仍然坚持继续做案 并且在到戏的时候 猫着腰往里爬 躲着监控不敢看 上演了一个真实版的掩耳盗铃 凌晨2点20分 这名身穿白底花格子上衣的男子 大摇大摆进入旅馆 手中还拎着一兜外卖 不过这名男子可不是来住店的 他敲了敲吧台 发现服务员已经趴着睡着了 就不再作声 而是探头探脑的四处观察 这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头顶的监控探头 赶紧转身 假装淡定的走出了旅馆大门 五分钟后 男子再次进入旅馆 不过这一次 他可是猫着腰 沿着吧台的墙根一路爬行过来的 眼睛都不敢抬一眼 因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监控 可他哪知道 自己早已被监控给拍了两遍了 就连脖子后面的那颗痣 都拍得一清二楚 偷了什么东西 更是一五一十记录在案 小偷爬进柜台后 偷窃了一千三百元现金 还把值班服务员的手机也给偷了 目前旅馆老板朱女士已经报警 下官四所村民警 已经开始对辖区内网吧旅馆展开排查 警方表示 希望犯罪嫌疑人 尽快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您都被拍得这么清楚了 估计离落网不远了 赶紧投案自首 争取宽纳处理 可别把这掩耳盗铃的糊涂戏 接着往下演 好 好